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胜老师,我在花莲教书20多年 如果叫我提供各位一个很棒的学习方法,而且只能提供一个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使用实战心智图法 那这个实战心智图法跟市面上所使用的一些商业的心智图法是不大一样的 我们只注重精髓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跟各位做一点分析 也让各位体验一下心智图法的强大 那这个例子呢,就假设我们是一个想要去了解一个新的事实 新的知识 那这样学习的一个历程 好,那我们待会会从阅读理解到新智图的摘要的方式 然后摘要完了之后呢,会介绍到一些简单的联想图像记忆 然后利用一些记忆的方法 跟各位讲要怎么去背诵一些知识 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棒很棒又很简单的方法 希望可以让各位有机会可以变成学霸 那如果你好好的使用这个方法,把它用成习惯 那我想你成为学霸的日子不远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开始 就是